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间比较特别是扮演金竹角色的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郭再兴 另外一个是杨志强 两个人居然都是要伸压禁建 再伸压禁建就代表 现在这个金流的部分还要继续的巩固 而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在案情升高 是因为看起来不是只有要去办台南议长的会选案 因为我们从现在所有的消息知道说 南检挂线已经挂很久了 之前这张照片以为就是被拍了一张单张的照片 可是现在传出来说 原来这不是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录影带 录影带里面有声音 也就是在这里面大家怎么瞧 这里面大家怎么说 原来这个时中心已经在检调的手上 已经有资料了吗 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方一峰 上了那台车的时候 中间也有非常特别的故事 而那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检调单位早就在侦办当中 所以当检调单位今天把证据巩固 开始扶晓出气之后 真的已经挖到了大秘宝吗 但中间有一个大不解的是 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林世杰 因为他看起来中间很多的分配 是由他来进行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完全保密 扶晓出气的状况下 他怎么可能跑掉 他怎么可能没有到案 难道台南市警察局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也把这个消息给泄露出去 而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之后 中间最关键的人物 林志杰得到了风声 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一队的帮手一当 财经专家黄色首席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当中的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前谈谈市议员的谢龙健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产美调黄伟瀚 老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石瓶平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战略专家李宁辉 大家好 是哦 你说你今天看到今天的发展 你觉得这个案情并不单纯 因为刚刚讲的 昨天检调的单位非常大 检调都动成大事 我不是台南地检署 动用了南检 我也动用了所谓的高雄市的调查处 我不但动用了高雄市的调查处 我连谢民队都调了 谢民队调动了以后 刚刚讲到 我现在邱莉莉居然是50万交报 林志杉居然是20万交报 你居然敢动民进党的议长副议长 你居然敢用50万 20万交报 这代表你手上有证据吗 更不用讲你现在准备生压 郭再卿还有生压杨志祥 难道你现在要在金流上面 要杠上开花吗 而且你说更可怕的是 整个发展88枪议长选举 光级的利益 还有之前金发局长的这个收压 你说他是整个串联起来的 抱歉 事实上台南正副议长的会选 现在在网上延烧之中 我敢这样说 检调如果没有十足十的把握 他绝对不敢动这些人 你动到是台南市的正副议长 还有台南市的郭再卿 杨志祥这些 还有林世杰 这些都是台南市响当当的人物 而且这民进党大被赢 对 所以你看这一次 这个我们检调出动什么 台南地检署 法务部的调查组 台南市调处 高雄市调处 还有台南宪兵队 这有人怀疑说 因为他们可能被 搞不好他们里面有黑枪 所以他们赶快要调出这个宪兵队 甚至他们最后一刻才通知台南市警局 最后一刻 对 为什么 因为怕说这些人都是 这个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你走漏丰盛的话 搞不好他们会跑掉 就说 保洁 有没有人跑掉了 甚至有人跑掉 林世杰他就没有到案 而且你刚刚讲 林世杰在中间是扮演 非常关键角色 对 所以你知道这些人 你看两边人物 一个是法界 一个是台南地方势力 两边可以说是先拼先 好 那经过从昨天早上 一直到晚上 这样连这种征讯之后 现在为止来说话 邱莉莉是50万元交保 那林志胆是20万元交保 但是里面的 两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我们都怀疑说 因为你这个整个换血案的话 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金流查清楚 钱 钱在哪里的话 这个案情就会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郭再清 民进党的前中职委 另外一个是杨志强 这个原山建设的老板 他们两个现在被深压禁建 而且检调去 这个原山建设的 这个搜查的时候 还搜出了800万的这个现金 这个就好像 没事要不要放个800万现金 这个传言好 就兜得起来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我们说检调 非常有这个感 非常有信心呢 你看之前不是有流出一张照片吗 这张照片就是传言 当时我们就说过 很可能是正副议长 他们的在这个沙盘推演 整个选举的这个过程 你看邱莉莉 林志展 正副议长在这边 郭财勤在这个地方 那原本我们以为是照片 现在不大不是说 这其实是一段影片 而且影片的声音 都录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看起来的话 检调显然是相当有信心 在办这个案子 已经被盯上了 而且这个案子来说 我就讲 我昨天就讲 这牵扯到什么 议长选举之外有88枪 还有光剑的利益 还有金发局的 这个涉滩的这个事件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什么 台南的政商关系 然后黑金 还有枪 这些东西 五大元素 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办起来的话 恐怕真的会 动摇民进党的整个国本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我觉得民进党在台南 真的要不要太过了 台南议长选举 已经变成了全国主步焦点 全国主步焦点 在这个时候 你还敢玩会选 你不但敢玩会选 你把旁边的人找就算了 你居然敢去动到国民党 你动到国民党就算了 你居然动到了一个黄复兴的 你怎么可能 黄复兴如果要压这一票 就代表我把我未来 整个身家都赌下去 那大家一定要问说 你后面到底有多庞大的利益 你到底有多庞大的利益的冲突 你才敢把这个局玩得这么绝 我在那边跟大家讲 这一届2022年的台南逝世议长的选举 可以说是台南未来 即20年里面利益分配 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我怎么这样说 台南的 我讲过光电利益 一摆下去是20年的时间 20年的时间 如果我 而且民进党是在2025年要完成 你就是在这一届的议长 要把它全部完成 所以以后没有 下一届可能就没有了 没有这个利益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一届 把它完全分配完毕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 为什么你想 为什么民进党 如果真的敢会选 为什么这么敢 为什么国民党也有人要跑票 李正国为什么他要跑票 那为什么就郭再兴这些人 为什么完全要来玩这一局 我就跟他讲 所以他是光电利益的最后一里路 20年的分配利益 大家当然赌上这一把 要是我的话 我也敢赌这一把 好 所以你看 政府议长50万年20万年交保之后 这个国民党三位跑票 李文俊 张士杰 还有李正国分别这样子 这个10到25万不等的交保 郭再兴 那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 第一个 当然是林世杰 林世杰他已经跑 他没有道案了 那是不是已经潜逃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是个非常重要 因为他在中间 扮演一个串联大家的这个角色 而且自己还威胁方一封 对 要不然就投自己 要不然就不要投 对 另外一个 这个圆山开发的这个总裁 这个杨志强 他显然是扮演一个金主 但这里面有几个人 这次也被找出来 一个是武党籍的这个市议员黄立昭 那你想说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他的女儿啊 他的女儿这位女儿 他是这个林郑杰的这个 林世杰 林世杰下面余慧总干事的 相关的总干事 所以他们有相关 他是余慧总干事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的这个连上 然后他跟林世杰是有关系的 所以也就是这样 才要找这个黄立昭 过来的一个状况 另外还有什么 你看李文俊 他这次有一个李文俊的友人 叫黄怡萍 那他也是20万元交保 那为什么 他会不会就是李文俊 整个金主的一个白手套 白手套 或是这个金主流过他的一个状况 另外还有李正果的这个妻子 叫高梅仙 高梅仙为什么这样 他也十万交保 他这个李正果 他是黄复兴 眷村出来的 他敢赌这一局 那显然是后面有更大的利益 所以我就 所以他的老婆也被找过来 所以显然啊 这些都有所谓的金流的 仪式的可能性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串联的相当相当秀 这个案件 如果再检掉 再多释出一些讯息 或是我们再看下去的话 这个案件其实整个轮廓 已经相当相当的明确了 而且在这个收押过程里面 我们谈了很多人 有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谈过 原山建设的杨志强 刚刚讲 第一件 一涨五十万交保 副一涨二十万交保 其他人都是十万 二十五万不等 他居然被深压境界 对我们就讲嘛 金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况 那他的在这个台南的公司 叫原山国际开发 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他其实可以做什么 包土地不动产的开发啦 甚至是 岸场的开发其实他也可以做这些相关的动作 所以他的公司规模不大 但是呢 他其实本身的实力还不错 他其实你看 横跨这个大陆 还有这个澳洲整个 他主要经营所谓废物金啊 废弃物的处理啊 还有土地开发 然后他在台南当地 本身他的政商人脉关系非常好 那其实呢 他有卷 他之前曾经卷入一个这个案件 那是什么案件 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康友的炒股案里面 他就卷入到这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 康友KY来说的话 当时的股价飙到五六百块 然后坑杀了一堆散户 对 他之前曾经也涉案在其中 所以他告诉你说 他看起来似乎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他既然在股市曾经惹出这么大的风波 然后在地方上面惹出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又卷入了这一次的 政府议长的会选 那重点是他很有钱 对 因为他本身扮演一个金主的这个角色嘛 好 那刚刚讲到的 中心所有的 刚刚讲他是扶晓出奇 而且看起来是有刻意隐瞒了台南市警察局 台南市警察局可能在最后一刻才知道 然后拜托出来 把我加到名单那边 不然我太难看了 好 那问题是 你已经这么保密了 林世杰 刚刚讲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刚刚讲的 要上车要求方毅芳你投票 就代表他中间是有介入 他扮演角色 结果没有想到 他居然跑掉了 抱歉 事实上这个案件里面来说 林世杰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12月22号的时候 他不是请了这个方毅芳上他的车吗 上了车的时候 跟你说你要不要投你自己 要不要就不要投票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显然 他可能是扮演一个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 串联这些的角色 就没想到他居然没有档案 那为什么没有档案呢 我们之前曾经就讲过 台南市的警局 目前的这个风际相当的败坏 比如说88枪 这个在调查郭在清的案子里面 还有人要庇护说 不要叫他来 学甲分局长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检票会不会担心 台南市你也会 当然会担心 可不可以警局就会这样 所以为什么最后一刻 才让台南市警局进来 在那边想到 还是当林士捷 他还是跑掉 还是有人通不报信 所以就知道 市场现在的状况 告诉你什么 这一些所谓的政商 那边的关系 果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所以这个案子 当然里面更是一个 复杂的这个程度 好那你讲说 今天因为你对台南的光电 非常熟悉 你对整个台湾的黑金 也非常熟悉 你闻到一个味道是 现在这样子办下来 他不是只有 针对台南议长的会学案 他跟你讲说 从台南的88枪 到整个台南光电的利益 包括之前 金阀局局长的这个收押 你说整个是串联在一起的 而且我记得 我大概在几年前的时候 就说地方上这些所谓 太阳等是牵扯到地方的势力 结果没想到 这次真的就出了 非常大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一定要地方势力呢 第一个 你要农地 你还有这个余温 你要这个卖 你一定要有当地 要嘛就余会 要嘛就是余会相关的人事 要砍高 所以因为你只要有土地 你就可以跟 暗场过 你就可以跟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的时候 你根本就 无本生意 就可以直接来做了 所以你知道 他其实这个是 几乎是一个 无本生意的这个状况 但是你要摆平 所以你说 我根本不用花半保钱 对 我只要等说砍高成功 我只要买卖交易成功 对 我就可以直接 跟银行贷款了 因为你只要 这个暗场能够合可的话 这个土地的合可 开发的合可之后 还有面临到 当地主管机关都合可之后 这个暗场成立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贷款 这个钱根本就是可以 无本套过来 然后每一年的话 你至少可以赚到这个价差 银行的利息 跟整个暗场的价差 至少是8%以上 就完全赚进来 那赚进来之后 你可以卖给台电 专门卖电 要嘛就是我把这个暗场 整个卖出去 整个卖出去来说 你可以折线 20年赚多少钱 你就可以把那个钱 直接就卖给人家 所以你知道 这个整个就是 空手套白朗 所以你知道 一个暗场 随便一个 几公顷的土地 全部卖出去的话 这个暗场都是几千万几千万 更大的卖场的话 搞不好可以破译 所以为什么 他们就要赌这么大的身家 因为呢 其实你不赌这一把的话 以后真的搞不好没机会 好 正好 刚刚讲到的 中间有个关键人物 林世杰 居然跑掉了 那林世杰有多重要 刚刚讲到 你今天如果没有 胜入其中 你干嘛要去威胁方亦峰 而且你透过一位女子 现在原完全解谜了 原来方亦峰 上了那一头黑头车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原来中间有个关键人物 就是这个 李文俊的女朋友 在车上 他在车上的时候 打电话给方亦峰 方亦峰才相信 李文俊在车上 上去了以后 上去是谁 是林世杰 难怪他会吓死了 对 一个东西要扯 一定要有人出钱 一定要有人出力嘛 郭再青出钱 林世杰在案子里面干嘛 出力的嘛 这才是关键 所以整个状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 这个方亦峰 就是国民党市议员 接到一通神秘的电话 上了一个神秘的乡行车 上面的遇到了林世杰 林世杰就跟他讲说 你只能投自己或不投票 对不对 可是这个故事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讲 就觉得怪怪的 到底是谁打电话 你方亦峰会相信吗 你找个有头有脸的打电话嘛 因为方亦峰是说 那时候故事只说 方亦峰说 有人要请他上车 因为副议长要跟他谈事情 可是到底这个有人是谁 我总不可能随便一个阿沙 不如我打过去跟他说 我就上车了 对 就上车了 那个人一定要代表性今天出来 谁 叫做黄怡萍 黄怡萍 这个黄怡萍 一开始媒体还不知道是谁 因为今天兵分26路 去收押去抓人 你抓邱莉莉合理 抓林智长合理 你去抓林智杰 每抓到都合理 抓这个跑票三人组 李文俊 张世贤 李政国 国民党也合理 可是里面这样有个人是黄怡萍 黄怡萍到底是谁 没有人知道 一开始媒体还写成是 李文俊就是国民党 前副议党的表妹 应该还有媒体选表妹 后来是女性友人 董事长说为什么 是女性密友 这个人呢 其实简单来讲了 这个黄怡萍打出去 大家都知道 他就代表李文俊 他就 他就代表国民党的副议长 所以整个故事轮廓 今天完整了 状况是讲 他们想要把方怡萍请上车 可是总不可以当街掳人吗 太难看 所以李文俊 早就要跑票了 所以他才请他的女性友人 黄怡萍 打电话给方怡萍 在五点出头的时候说 五点半 我们约在那个庙的门口 上车副议长有事要跟你谈一下 所以方怡萍那时候上车之后呢 确实车上看到黄怡萍 还有司机还有个男生 因为车上灯光比较暗 一时间他没有把那个男生认出来 可是他上车后怪事发生 黄怡萍跟司机下车 回避耶 他下车 那个这个方怡萍就觉得不对 对 这林志杰直接跟他谈 对 都下车 清场哦 清场后林志杰直接跟方怡萍谈 就讲两件事嘛 你不可以去投票 不然你就投自己 讲完之后方怡萍就回说 我是国民党 我当造党团的 他当下说还没有 第一时间还没有认识林志杰 下车才想说 哇 那个就是林志杰 就是那个大家都很害怕的林志杰 所以赶快去报警 而且除了去报警之外 他说 他一定认识林志杰 不然林志杰怎么敢卖这个脸 也有可能 我出来就告诉你 我是认真的 他是露脸的嘛 对不对 他告诉你说我背后有谁嘛 所以我不管方怡萍说认识我不 这个谈谈也玩得太嚣张了吧 很嚣张嘛 他语气平和 可是问题是当林志杰 初来讲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 汉中会要介入了嘛 所以后来方怡萍 出来之后到投票 没有离开司议会一天 每天睡在司议会 这就是那个 吓死了 然后国民党八个水户 八个司议员申请水户 所以这个局真的玩很大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 今天搜查林志杰跑路了 没有搜查到林志杰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因为基本上台南这个案子 怕漏对不对 很多都是征掉外线市的 调查局干员过来 或是检察官直接指挥办案的 结果这个样子 林志杰也可以跑 所以现在到底林志杰在哪里 他被追弃到案之后 会不会有新的发展 会不会涉及到暴力的部分 大家都在观察 好 留意看 这个水眼太深了 你想找了一些莫名其妙 你说你怎么找一个黄怡萍 结果他真的是李文俊的密友 透过黄怡萍 搞得很多事情 另外你说李政国也算了 李政国也没 高梅仙也在 代表高梅仙在里面 还有扮演角色 而且整个今天七点半 整个生亚庭要开 看能不能说一下 看此就等于说待会就知道 好 那现在紧张的是 现在整个这样子巩固下来 真的案情会向上发在 这太狠了吧 魏林议长选举 黑道也进来了 钱也进来了 黑金都进来了 可能会起来因为 最 看案子又看最敏感的点 就是李太太为什么会交保 你说搞不定 搞不定 对 一般我是跟议员谈的嘛 我要你的票是我一定跟你谈嘛 是 是怎么才会 他们没有要交保 也没有在里面 就是有接受嘛 一定有接受嘛 所以这问题很严重 因为经格你说林思杰他是李寺党 今天不来会提高七点半 贵党寺党跟牛党寺党 他们两个去用修计论的提高 保浅你要了解 贏党的议长不是一般人插不去的 何凤本来的议长叫做贵信隆 是是插英文 后院会的会长 一路庭插英文 选计的 还有这些国会在商店 是 要在他的手把这个议党 围抵起来 那就是比上天更远 很难 是怎样会无到变成 像倒定年纠这样 一个落后年纪 我跟你说 你没有一个很棒的材料 什么人要含 你要找议员 说议员 叫你等旁边窜 你是凭什么 跟我说我这票要怎么投 那不是这样 对啊 你插一个阳阳市的议长好方 这个台南市还很特殊 就是怎样 有这个光电几千页的利益在这里 你不知道他们这电怎么利益 你们都想说很简单 哇 刚才师聪在说的 都没错 但是你们有说到一个美国 什么意思 那买土地 他们的探钱是对土地就开始了 譬如说 亏线你听不懂 亏线我知道 钱要对到来 对那条亏线来啊 所以不用说你们都不知道 一个台南市关注到这样 没这么钱要对到来 保贼我问你 这个不够行政 是怎么要插一个阳阳市的议长 你没有摆出来让他们看 是 议员是怎么跟你说 也不跟你说 而且我不能理解 就是全国都在看的 不算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台南市议长这局 如果说很多 后面有钱 有钱 有压力 什么都有 你全国在看 你还敢有这处 来 这就叫做什么 眼睛看过 腿去打到血嘛 这钱你看得到 你敢吃得到 看得到你不一定吃得到 拿去你不一定 腿会热 减掉我是很有信心的 其实这个 所早是一个压力 我又跟你说 我上星期就听说 这个星期要上班 我就听得到 他们才听不得到 有的 他们才听不得到 一定听得到 所以 整个压力 就是 叫你们来问 是把我进行 找到的东西 再对一遍而已 我是听得到的 我听得到的是 有时间后地点 有时间后地点 有中高又买 还是还有高又买了 是 不知道 你记得八年前 十二月二五 李山高 董宣 二重了后 十二月三十 那一日 有两个立委 挂一个副市長 去地检宿拜訪 比较开始班 因为春年 年车比较开始班 但这次有时间 同样吗 同样啊 所以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 这次议员 为什么要跟你说 有看到理由 什么理由跟保证 我跟你说 买土地 我现在还在查 那为什么 头发 我当时说 编本 真办 一条贵线 较少了五百万来说 对 假设我可以 让市长做 你们这些 穿上什么 要先去 要做什么 要去买土地 对啊 你买什么 买土地 你可以 五百万去 五百万去买 这买 这买有土地 你就买 不可以吗 嗯 你买买 你就没负了 你还要去固定 人买 把什么人买 就会负 你听不懂 这负责 里面就是我 譬如说这条负责 里面可以四条 你们这有十几片的土地 你去买那边 买那边 你只要来找到来 里面 只要在这里 你买到地 他就可以 我可以帮你 付送亏欠 现在收了 不是付送亏欠 我 台帝的时候 你有赚到 对啊 先赚到 这四个赚到 春的那六个 就不客气了啦 这样你听不懂 我这样听不懂 这样你听不懂 我不是说我买地 就可以赚到 我还要买对地 所以现在要开始 查这个土地交易 当时是否有 特定人都先去买 买之后 拿一笔下来 我们来 就是人家的帮 是 人家不是一边都给你 照进度半款 所以整个 原生台南市 这次 二中的选拐 整个大家 心 抱着 我们的人 心是肉糙的 软糙糙的 钱是金人 党 铁铁铁铁铁铁 没整个董的条 所以 就事从说 这决定 二十年所有的利益 这次没贪到 没吃到 没吃到 20年都吃不下了 你现在这百个 我跟你说 那贵 你吃到就 20年 你吃20年嘛 吃没对 就没了 你等20年 够贵了就上来嘛 就是这样 董事长 刚刚讲的 这个案子看起来 难解是完成的 而且保密得非常严谨 连台南市警察局 都最后一个知道 那我扶晓出奇 可他不解的是 既然你已经如此严密 林世杰 我们从那个黑车 黑头车就知道 他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怎么可能跑掉呢 对 所以林世杰会跑掉 这个事情非常不比寻常 因为方一锋 当天在 跑到警方去报案了 所以他已经有案子在里面 报案的内容已经涨了大部分 所以你说林世杰应该早就被盯上了 林世杰早就被盯上 因为你报案了 怎么可能不盯他呢 对不对 应该挂线啊 后面的跟间 都已经都锁定这个人了 对 那这一次的行动是 早上我看好像是7点钟 对 他是26路同步搜索嘛 所以同步搜索 怎么可能让你跑掉 怎么可能让你跑掉 没有这个机会跑掉 因为调查局办案的方式 我大概知道 他这个同步搜索下去的话 他每一个时间 尤其他警察局 不知道要任务的内容嘛 所以到现场 有里长 会有里长做赔 然后进去开始 拿搜索票就开始动手 所以怎么可能跑掉 这个林世杰跑掉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点 所以里面有漏洞 有漏洞 非常大的漏洞 那而且他刚好是断点 他刚刚好他是断点 林世杰是断点 林世杰是断点 因为所有的钱是他交付的嘛 他交付的嘛 因为我 好 第一点 我要证明这个事情 不用乱讲了 对不对 我就要回到黑头车 黑头车上的时候 是黄一平 黄一平是谁呢 是李文俊的女朋友 打电话叫方一丰下来 对 然后那为什么黄一平打电话 他会 方一丰愿意下来 那就代表是李文俊了 所以李文俊这个 跟方一丰 李文俊 方一丰 从中间加黄一平 加上林世杰后面来压阵 对 用黑道电话来压他说 你不能 你这个 你这要不然投给自己 所以他最后一招 就烂招嘛 就黑道威胁嘛 这个很简单的嘛 所以林世杰是断点嘛 那这个方一丰跟林世杰说 他说不熟 那知道他是谁的 当然知道嘛 他知道这个是来狠的嘛 来硬的嘛 那所以我说 这为什么你不去收押黄一平 你不去把积压黄一平 这个很奇怪啊 因为我是蓝简的话 我一定把黄一平压的啊 你说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 黄一平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 黄一平你不是政治人物 你觉得你最没有安全感 你等于说你愿意当 污点证人的比例最高 所以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他是关键人物啊 不然他没有拿东西 他不是关键人物的话 方一丰不会出来的嘛 对不对 但他不是 当然方一丰不是重要的那一票的话 那这个林氏姐不会出面嘛 所以这一票太重要了嘛 所以他都全程参与嘛 这么重要的人 你不压他奇怪了 那有一个五党籍的 一个姓邱的 我不要讲谁 有一个五党籍 有一票是关键票 那一票是百分之百听他的 那一票百分之百听他的 他也不要给那个人钱 就是他的影响力 有一票是铁票 他可以百分之百控制 他一出面 那个人不敢跑票 我不要讲那个人是谁了 姓邱 五党籍的 大家去查一下 所以他只能够影响 绝对一票而已嘛 或是另外就是出金 对 他有出金 至于他家里面八百万 我以为不稀奇 好 那另外讲 怎么连李正 我刚才特别 龙凯亚特别讲 怎么连高美先 李正国的老婆 都十万交报 所以这些人表示 收钱的人 是这些女人在收钱嘛 交付 交收 这两个都是女生在里面做嘛 所以这中间人 所以这个都是很奇怪啊 他就把他推给他老婆 我不知道啊 老婆跟他借了钱 我找人在哪里在 山西部正司的五千两银子 在哪儿我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嘛 找女人家乱来嘛 他可能他十万块交保 可能太承认了啦 这一次的情况 跟上次李全家不一样 李全家是多少钱交保 你知不知道 多少钱 一千五百万交保 几天都收他信件 对 而且那时候交保是什么 没有证据 没有金流 什么都没有 把李全家押了 对 他就判刑判了三年多 但是因为李全家的案例 所以搞了每一次 这个要亮票 对 所以他中央亮票 亮票就很容易承认说 你投给谁 所以大家也没得赖的 是 你这三咖国民党的 投给民进党 你说这个是没有拿钱 你相信 对不对 开除党籍没有 开除党籍 对不对 因为我讲很简单 郭再卿跟这个李政国 跟方一峰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有联系的话 这个李全家不会出面 那一定是 黄一平是本身是送货的 压货送货的人 一个送货 那那个李全家是压货 那郭再卿压什么意思 郭再卿压不下来了 所以我看今天晚上的 这个七点半收压货 也是玩假的 因为收压货是玩假的 因为东西压的条件 我认为不具备 因为关键林世杰跑掉了 因为那个林世杰 是整个枢纽人物 前是他去发的 他去跑的 就是他不见了 那他怎么会不见 他怎么会不见 被通风暴信了 当然是通风暴信 叫他跑嘛 有人东窗事发快逃 这个案子是 中间有高层介入 叫他跑掉 高层介入 当然是高层介入 这时候还有人敢高层介入 但谭建宇上的高层 一定叫他们 男检以上的 当然是男检以上 男检以上没有问题 搞成这样怎么会有问题 男检不会为了一个林世杰 去牺牲自己的形象 林世杰会跑掉 所以还有宗亚林 当然是宗亚林以上的 这个是民进党 民进党早就腐败了 这个早吹牛了 对不对 还有18号要开除党籍 18号党主席是谁 18号党主席 18号应该 赖金德了吧 赖金德 赖金德当党主席 我看你怎么开除 对不对 你这办不下去的事情 根本在玩假的 我觉得这次台南市警察局 真的脸丢大了 刚刚讲到 检调单位为了要守密 刚刚讲 我不是只有台南的调查处 我连高雄调查处都到了 台南高雄调查处动了以后 才从台南宪命队 都有宪命队以后 最后才通知了台南市警察局 可没有想到 中间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人物 林世杰 全跑掉了 那林世杰怎么可能跑 一定有人通风报信 谁通风报信 今天有个讯息是 今天16个分局 换了12个侦察队长 你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刻 台南警察局大地震 动了12个侦察队长 难道其中有人 在中间扮演关键角色吗 而且这一次台南市的警局 真的脸丢大了 特别在昨天 昨天林志杰跑掉 那林志杰跑掉之后 因为你台南市警方 是被最后一个通知说 我们要收查这些人 就没想到 还是让林志杰跑了 那就在昨天 这个经过昨天之后 今天马上你看 方阳林马上就开始调动 整个所有的 这个台南市的警察 这个警官有42名警官异动 而且是两线三线 全部有16个分局长 有12个的这个侦察队长 全部都被换掉 这换的幅度是相当相当大 很少有一个县市的 这个警察局长 居然这么大的这个调动 16个分局 12个侦察队长 42个警官异动 那为什么这样调动 你看方阳林 其实他在12月之后 他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台南市基本上 都是在地远景 好处是熟视地方 坏处是容易和地方人事勾结 所以也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是 你今天已经全国主办案件 你今天难免都做这么大动作 你居然在中间还有人敢 通风报信 让林世杰跑掉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们可能勾结之身 这也可能超乎大家的预期 那除了方阳林 他调动台南市的这个警局 相关的人事之外 现在他可能自己本身 也都快要官位不保 可能要调回这个警政署嘛 所以那实际上 现在相关人事对台南市的警方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无奈或无感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是一开始 雪甲警分局里面的蔡宗昌 当然不是讲那88枪 88枪刚刚讲的 郭再兴原来的那个办公室 开了50枪 另外一地方开了38枪 那大家讲 他去问郭再兴 当地人当然知道 他居然开始别信 没有办法 那跟郭再兴没有关 现在已经证明 连郭再兴自己都说 我是被害人哦 那如果当时他说他是被害人 那我要问蔡宗昌 你纸扒吊子就可以吗 这种人还配 还有资格当警察吗 这种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但没有查案 你不但没有办案子 你不但没有办88枪 你还帮郭再兴撇清 那这个人到现在还当警察 这个人到现在 还领悟我们的薪水 所以你知道 88枪这个水有多深 你看这个88枪 雪甲当地开了之后 分局长你居然说 这个好像跟郭再兴没有关系 跟他完全无关 就是你知道他撇清 那甚至有人说他写出他名字 他说你不要写他的名字 跟他真的完全无关了 他也把这个 他的相关的地址 卖给一个蔡信的人士 所以跟他无关 但是你知道 不是我觉得应该调查他吧 对 他把他抓起来吧 对 但是你看 他配当警察吗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这个败坏程度 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你看台南市的地检署的 这个他新闻稿里面都写到 郭再兴其实可能就是被害者 他就是主谋 可能要开枪的这个对象 连地检署都这样想 结果你警局还说 不是他不是他 所以他事实上老撇清他 撇清他这话 不是 台南地检署照讲 应该是警察办案 警察办案以后 把这个资料交给台南地检署 台南地检署才去办 没有说你是警察压案子 警察压案压到台南地检署 看不下去 对 你知道事实上这个案子来说 你看有非常多值得 大家关注的地方 方向林就说 那我把他调走好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赛中昌 他就打拜托人士 那时候我传言说 透过这个郭寨清 然后游说中央之后 然后这个警政组就说 好啦 再缓一缓一缓 后来他是到12月5号 他才真的被调职 在离开这个雪甲这个分局 所以他事实上 这里面来说的话 还调不动 对 所以他这里面来说的话 水非常深嘛 当然不是只有台南市 可能连中央都 难辞其咎的一个状况 这个整警戒败坏的程度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状况 不是 我觉得 你现在好像所有的人 跑到台南分局以后 就变歪了 刚刚讲 昨天不是讲吗 有一个庄武能 其实我也看他以前过去的资料 等于说他对属下 他是带兵带兴 他把很多的资源都分给底下 他是一个好长官 结果你今天居然 到了台南警分 到了台南警察区 到了这个秘书室主任之后 你居然去恐吓勒索 恐吓勒索工艺有个关键人物 叫高小姐 现在最新的资料 他在争锋之处 是搞什么 这个案子庄武能 他涉嫌恐吓 新竹县的议员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他过去 他会曾经在台北任职 后来也去苗栗 很多地方 其实部下或是当地人 对他风比都不错 所以他跟媒体关系也蛮好的 他跟上面的关系 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他到台南市的时候 当然深得芳兰宁的喜爱 听说他的这个 等于是芳兰宁的左右手 这样一个状况 就没想到 他居然在我们过年的出 这个过年前一天的时候 他居然到这个新竹县去 跟这个高姓的董梁要控 要这个疑似又勒索新竹县的某个市议员 某个这个县议员嘛 那最后 结果没想到他上当了嘛 他跟高姓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人士上当 警方已经布了这个局 把你弄到这个 这个横山的温泉上面 你没有路可以跑 三台车把你围捕住 围捕住之后 现在还发现到 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做这样一件事 到底是为什么呢 现在还传言说 原来这个庄武人 他跟这个董梁 他们有感情的 这个上面的往来 他感情往来之后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呢 因为他不满 这个高姓的这个董梁 跟这个新竹县议员 他们还是有一些纠缠 有纠缠的时候 他就于是说 可能要用这样的来 来决定要这个 对付这个高姓的这个县议员 所以警方居然在这个地方 针锋之处搞不无其存 然后不无其存之后 他一直在不断的讲话 讲话一直不断的 在伤害警方的这个声誉 连方杨尼都说了 你别再说了啦 你不要再伤害警方的这个声誉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整个 我觉得这个台南 这是个很奇异的地方 警方人是去那种地方之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走歪路 台南变一个魔都了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真的也难以想到 然后还发生了 这一次的议长的这个会选案 我只能说啦 这个利益太大的时候 真的就好像魔戒一样 大家人性都疯狂了 好 刚才讲的 这个案子办得这么大案 办得这样风风火火 就搞了半天 总结怎么所有相关人士的 你旁边的红粉知己 老婆全部都进来了 其实我在看这个案子 我觉得台南地检署 应该是办真的 你还办真的 而且保洁哥 那林士杰为什么跑掉 所以嘛 所以才会找宪兵队嘛 为什么找到宪兵队 警察也有一期的办 如果通通都没有警察的话 或许状况都不同了 因为台南的警方 我现在不是说警方不好 因为警方你要去 地方布宪 你一定要有人脉 可是你有人脉 他是你的人脉 你也变成他的人脉 所以就怕通风报信 所以找到宪兵队就是其一 其二 这个林士杰 他就是林怡婷的父亲嘛 那林怡婷一直跟他讲说 不要讲我爸爸是黑道 好 我们不要讲他是黑道 他之前有前科 那四年前你知道那个 他还要告人 对对对 林怡婷你不要生气 因为你的爸爸四年前 曾经带了 这一次开88箱 把杰哥30箱在哪里开的 是在一个谢财旺 他女儿选议员 对不对 谢财旺四年前 在议长投票前的时候 他去哪里吗 去哪里 你管哪里泡温床啊 就是林士杰带下去的 直接带去泡温泉 喝喝叫狗 等到投票才带回来 林士杰带去的 对 那林士杰在黄伟哲 上来当台南市长之后呢 他就让他当农会的这个总经理 然后之后他还去选 余会的总干事 他现在是身份是余会总干事嘛 他也退出民进党了 观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林士杰没有道案 而且林士杰一直会讲说 因为现在讲黑跟金嘛 那金是谁 金就是郭再青嘛 看起来是有钱 他是企业家 他有做光电啊 黑是谁 黑就是林士杰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议长副议长 还有李文俊 张世杰跟李志伟 这三个我特别把他圈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是国民党 现在不是了啦 国民党开除了 可是你三个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15票 跟这个五党12票 加起来是结盟的 你们要嘛就投自己 要嘛就投郭信仰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上个最后 投邱丽丽 那你投了邱丽丽 投就投啊 我议员不能投吗 他可以投 可是检调查 而且还查你们的关系 像李文俊 他的友人 黄一平 20万元交保 那李正国 他的太太也有 10万交保 张世杰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每一个 都有对应的 所以当他们去被调查 而且还缤分 26路 出动100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是完真的 那今天郭再青要深压 另外这个家里面有800多万 800多万对一个企业家来讲 不算什么 可是他是放在保冷袋里面 而且10万 10万全部捆起来 保冷袋 保冷袋有学问吗 保冷袋就表示说 他不想让他知道 不然你就放在你的保险箱啊 保冷袋你打开 你怎么知道 放保冷袋冲啊 里面是鱼啊还是肉 放在里面 而且保冷袋是可能要送出去的 对对对 那保冷袋一拿过去 以后他可能是 我送了一个 通常我们都会送保冷袋 保健哥你可能不知道 逢年过节最多送的 第一个就是酒 第二个就是保冷袋 保冷袋打开 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肉品啊 我今天有高档的牛排 就是送保冷袋 而且上面可能真的就是牛排 下面就是钱 这怎么没有人送过我 所以你没有被约谈嘛 所以保冷袋是个关键 保冷袋是钱 所以他今天 为什么他会被生压 因为他的800万并不多 以这次来传的话 已经都超过这个数字了 可是所谓的前金跟后谢 检方准备到大动作 就是表示说 他有做对应的 那国民党有12个议员 15个议员嘛 之后他们三个被约谈 其他没有 方一峰没有被谈啊 那当时就是黄一萍 他代表李文俊打电话 叫那个方一峰上车 就是林士杰跟他谈嘛 那到现在为止 观众朋友 到现在为止 方一峰今天下午 记者去问方一峰 他讲说 不好意思 他是这样 车来了以后 他上车 因为黄一萍跟我讲 李文俊找我 我是国民党一 我当时就去副议长找我 上车之后 我才一上车 司机就浪杠了 黄一萍也下车 只是我跟那个人 那多可怕 就那个人跟我讲三件事 第一个就说 那天你不要去投欧民 如果没有你就投自己 如果没有你就不要投票 就三样 一分钟讲完 他就下车了 到下位置他讲说 原来那个人是林士杰 我都不相信 如果一个林士杰是nobody 我跟你讲 你不认识我 我这种威吓有屁用啊 对 但是一个议长的选举搞成这样 台南现在看起来是臭不可闻 又有黑又有金 但保洁哥我讲个结论 这件事情都在 赖清德12月2号宣布 要选党主席 之后才开始 所以你要说 他是玩假的吗 可能再为赖清德 他以后选择 这一定是他的软肋 如果赖清德 因为他跟赖清德 跟黄伟哲 跟邱立是有关系的 他把这整个桂宁 保洁哥 我们现在马上过年 对不对 桂宁要做啥 桂宁要大拼扫啊 他把这整个东西 都给清干净了之后 你说这个是大拼扫 我觉得看起来 台南检方放手去干了 既然现在已经 这个民讲又输了 可是我会把赖清德 给害死了 赖清德就咬死一句嘛 三个字 不认识 不是三个字 五个字 我不认识郭赖清 对不对 他一直讲 他公开是他讲 我根本不认识他 所有黄伟哲跟郭赖清 后续我离开台南市 以后的事情 不能归我管 而且我基本上大拼扫 跟我无关 把台南的事情 黑跟金 统统扫得干干净净 好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 这个事情发展在这边 真的刚刚讲的 进到台南 什么都歪了 台南原来是个 很单纯的一个地方 整个事件的发生 所有的人的心会变成大 包括原来的黑道 是小黑道 现在变成大黑道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今天谢龙介 讲一句话 就是这个光电 因为光电 突然间搞了 几千亿的投资 我本来是个小黑道 我一年看 搞个小赌场 然后一个几百万 生活很好 带一些小弟 然后喝喝酒 跳跳舞 就来几亿了 一来一体 他这个郭赖清 外号叫什么 蒜桃听啊 蒜桃 蒜桃能够搞几个钱嘛 对不对 蒜桃现在他控制了 台南大概大50%以上的亏限 是他一个人控制的 你知道吧 为了这个事情 陈丁飞还写了公文 到经济部到台电 怎么可以给他一个人 控制那么多 他台电说 我们如果他不使用亏限的话 我们就把它收回 实现还没到 等一下 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 在中央有人嘛 中央没有人 你一个民进党的中央委员 你凭什么可以拿到台南的台电 给你的亏限的特权呢 那是台电特别给他的 不是 他申请了 我们不要讲说特权 我现在说 他拿到这个权力 就是说怎么拿到 我不知道 但是拿到这个权力之后 他就可以操纵到 这些申请光电厂的 这些人的生死嘛 对不对 他就可以掌握这个几千亿投资 相关的利益嘛 对 这是事实嘛 所以这一次的买票里面 不光是一个现金的交付而已 还包括了那个工程承包的契约嘛 所以这里面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他整个心变大了 变得黑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益变大 对 利益变大之后 大家的眼睛都开始花了嘛 就跟你拼了嘛 我本来赚个几十万的 上百万就很开心了 相关的 几十亿的 对啊 没有 你 我去消息给你开八大八千 那开八十八枪代表什么意思 而且在选举之后 跟你搞这个事情 就 他就是闲小 不怕大 对 就把事情搞大 不怕大 他就越大越好嘛 那为什么嘛 因为很简单 我不跟你搞大 你不会跟我谈嘛 对不对 我听说当时 昂姑跟这个郭戴青在谈的时候 昂姑实际上给他一千万嘛 因为他们老大走了 去世了嘛 他说没有 我们老大不是这样说 这个里面听说是有工程 我不是要跟你要钱的 我兄弟是要来包工程的 那兄弟包工程就没完没了了 第一个给兄弟包了工程 以后不见得做得完嘛 对不对 第二个工程款就会一直 不断地就追加了 那郭戴青头就昏了嘛 所以这些都是跟黑道合作的结果 那既然有这个力量 你注意到最后没有 到最后他居然在这个 最后他这个儒沙案被起诉之后 那几天在议长投票前几天 他还发了两分 他还发了两个这个新闻稿出来 他还公开的出来跟黑面 跟这个郭信朗吵架 说郭信朗欠他钱 对 问题是你们两个到底谁欠谁 我们也搞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借钱给郭信朗干 对 那或你好好一个人 我就不会借钱给郭信朗 我也不会借钱给任何的 这个立法委员 我跟立法委员扯什么东西啊 立法委员我看了火道 我就搞你 我就爆料你 对不对 我修理民意代表 这是我的工作 你跟立法委员扯 你跟黄伟泽扯干什么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等于说 你今天开了88枪 你今天把陈凯霖收下禁件 你今天刚刚讲的光剑这些利益 包括今天的议长 他会把整串 整串交给收起来吗 陈凯霖的收下禁件有道理 他有东西被抓到 对 听说拿出来说 后来听说陈凯霖通通都认了嘛 他把他外面的上酒店啊 他去交女朋友 他统统一无一识 全部都坦白重欢 但是他还是要去 最后还是要服刑嘛 可是陈凯霖应该被跟了 被盯了很久 因为公务员 弄东西抓公务员东西比较好抓 对 那像这个 像这个林士杰这种 他是专业 他是兄弟出身的嘛 兄弟出身的 他对这个所谓的反征收啊 对这些犯罪的专业的能力 是很强的嘛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 我刚刚讲的 现在七点半 我们现在看七点半生压庭 我认为七点半生压庭开不下来 押郭再卿跟押这个 另外那个袁山的杨志强 这两个他没有办法押下来 我是法院我很难押他 因为很简单啊 你跟他之间的连结 他断掉了嘛 所以林士杰跑掉 这个是关键的断点 林士杰一失联 他人可能现在已经出国了嘛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去把这个案子 整个把它串联起来 林士杰还是真正的关键人物 另外一个就是 你们过去 国民党萧景天 他当然讲 他现在已经说 他要持续中常委的一个职位 可是 他居然涉入到了帮林姓而买票吗 而且刚刚讲了说 为什么要就把他收到信件 是当时去找他的时候 他还翻墙跑掉 对这个案子实在太灵气 有非常非常多离奇的事情 状况是这样的 因为了检察官 检调了发现 林姓而一个办公室主任 帮林姓而用一万块去跟里长去买票 那帮一万块跟里长买票的时候 检调就启动调查 那启动调查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检调自己都不觉得这是大案子 为什么 因为一万块 没有人跟里长买票一万块 里长行情终合30万起跳 在于40北投的行情 每个地方在30万到50万不等 你一万块里长买什么票 一万块你叫里长帮你办个米粉草 米粉就五千块 购完他就三千块 请问你要买什么票 所以一万块是可以工作费 就完全不会成案的 可是这个案子离奇到 因为他请到曾帆川 曾帆川其实是国民党在四北 非常非常熟悉一个头人去买 好 那原本这个案子我们看 顶多办到曾帆川 你连林姓额都不会办到 结果检调去收场萧景田的时候 萧景田这样前门检调出门 进来后面翻墙 从他自己家宅跑走 所以你说他不翻墙就没事了 对 这件事情他就翻墙 他就翻墙跑走之后 消失了十天 整整十天搞到检调发布通情定 终于倒案 倒案之后 你说我们看到萧景田出来的状况 这个更离奇 萧景田倒案 他年纪这么大还可以翻墙 对 大家说国民党很会 会养生到六七岁 那第二件事情呢 萧景田呢 出门之后大家就看到底 交保金额会痛会不会生压等等 结果交保金额一落嘴吓死人 八百万 对 我也吓死八百万 邱文莉莉才五十万 我们刚刚看了一大流四十五十 刚好还没有死人 萧景田八百万 更狠的事情是什么 一宣布八百万 三到五分钟之后 一箱钱就拖进这个 就这一箱子 对 一箱钱 那里面有八百万 我跟你讲 我选举我有看过钱 大概四百万是一个鞋盒这样子 所以八百万是两个鞋盒的大小 所以就这个行李箱代表 大概就八百万 所以对于萧景田来说 因为他后来是主动投案 我相信律师一定就要准备好 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现金 先摆好 然后呢 一决定交保金额的时候 钱就拿进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萧景田就出来 可是这件事情的时候 太多悬疑之处 第一个悬疑之处 萧景田是见过大风打了 他是涉及到全台湾的一个 杀井埋尸案的凶手 他那个时候他说 他只是协助运送司令 人跟他没有办法 他关了几年 可是萧景田来 你记得在国民党备份 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会因为一万块翻墙跑走 这个案子很怪 我是萧景田看到这一万块 我中间有两个断点 一个是蒸帆川的 另外一个是林姓娥 第三个才是我 你如果没办法证明 这一万块是我给的 根本跟我没关系 就算是我给一万块买什么票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过 我一万块给林医党买什么票 我叫林医党买个米粉就五千块了 买个购完他就三百块 大家动员一样喝个饮料 一万块刚刚好而已 为什么要翻墙逃走 所以后面有时候 更大的案子在后面 有 还有 所以萧景田才知道要跑 就是这个一万块 可能只是线头 可是后面可能有 更确确的证据 下去买票 所以萧景田才要翻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过去我们都讲 印度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但现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可能要形容中国 因为它一个中国 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 它现在疫情大爆发 整个预估的染疫人数 已经到了六亿 六亿是过去三年 全世界感染的人数 照理讲 你现在中国应该压力非常大 你现在的火葬场 雷桌已经完全人满了 却爆满了 你现在的医院已经医疗崩溃了 甚至你的医生 要一边打点滴 一边的帮病人来看诊 照理讲你整个国家 应该压力非常大 可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居然 整个出现一个 欢性的一个气氛 现在这个居然 中国人完全不担心这个疫情 现在中国人 居然全部的涌上街头 不但中国人全部涌上街头 他的整个管理的单位 还要求说 你每个人都尽量的染疫 每个人都赶快感染了 所谓的变成一个阳性 甚至他们的宣传单位 还发出了一个口号 什么口号 越过山丘 向阳而生 也就是过去 中国不准有任何的阳性 你只要阳性 我就整个小区 整个区域 全部把你封锁出来 可是现在 你好像阳性就变成 你身上的一个徽章 你有了阳性 好像你真的 在帮祖国打了异常的胜仗 所以说 市长 我看了中国以后 我真的觉得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你刚刚讲 疫情这么严重 你的医疗体系已经崩溃了 你的死亡数字不断地攀升 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些伤亡的数字 可是这个国家 好像完全不在乎 好姐 那现在中国最流行的打招呼是什么吗 你养了没有 养了没 为什么 因为你养了之后 你养过之后 你就打上这个爱国的徽章 你是爱国养 所以现在他们整个全民都在鼓励 你赶快就阳性吧 为什么 阳性之后 我们国家就可以恢复 整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所以之后你之前讲说 现在中国是用运动的方式 来处理这次疫情 我当时还不懂 我看了中国 现在我是手脚发麻了 我们他们宣传体系里面来说话 你看新年赫子是什么 越过山丘向阳而生 那新华社还有17章说 阳康的这个后的新生活 就烟火气回来了 他们都是在说 阳过阳康之后 新生活是全面的这个展开 那可是你看 在过年的时候 逛大街的人非常多 那各地各样非常热闹 但是我就说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在表面上是这样 但是在急诊室里面 家属痛哭 然后很多医务人员 还是照样工作到 可能几乎崩溃了一个局面 但是呢 现在他们全民的就是 反正你就先扬再说吧 你扬了 你就是爱国的一个表征 而且刚刚讲到 他们现在疫情大爆发 造成这样的 刚刚讲的感染的人数 台湾今天又破了三万 台湾已经开始有点紧张 他们完全不在乎 他们所有的 所有的社团 所有的组织 什么 坚守他们正向阳而生 然后呢 连交警都说 一往无前 向阳而生 对 因为向阳而生 变成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 口号一个标语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 贴出这个向阳而生 宝洁这是什么 这是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是什么 医护人员现在 他就说 医护现在是 坚守他们向阳而生 医护人员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 不是 而且我觉得内容更可怕 无惧感染 用爱坚守 对 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是卫医人 最勇敢的战士 站在与病毒的战场上 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白衣指甲 中锋陷阵 尽管很艰难 他们还在 对 所以你知道 除了这个医护人员这样 交警也是一样 交警就说你看 我就说疫情当前 你羊的骂成为 人们当前打招呼的新方式 你看 一往无前 向阳而生 他们现在全部 你看 全部都是向阳而生 这四个字 现在变成是他们最重要的标语 保险那他们现在还怎样 要加速打风 他们现在还列出一个 你看 城市的打风的这个目标 一线城市达标了 现在北京已经 已经这个打风 你看这个一线城市 这还快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他们还有列出个时间表 就说希望你能够尽快 所以他们预估说 这一波的疫情来说 第一风可能会在 这个春节之前就达到 那过年之后农村 他有序的感染 有序的这个阳性 这是他们目前的这个规划 甚至你问他 他们的国家 我已经有说 反正高峰过了之后 就不会感染了嘛 所以现在他们 他会传传传 传到他传不动 对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 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 好那 人民网也讲得出来了 你看 他说什么 他说根深蒂固 政治偏见的这个 充分 充分曝露 他不说什么 他说是国外你都在批评 我们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 他里面讲的非常重要 他说 中国是用科学的方式 科学 对 工作 你说放就放 你还科学 对 他说我们的工作 从防感染的 转向所谓保健康 还有防重症的一个状况 他说我们顶住了 一轮又一轮的 这个疫情冲击 有效的扛过病毒 最猖獗的艰难的时刻 另外 中国的这个 优化的这个疫情 防风说是不是躺平 他在讲这样 我觉得最后一句 最后一个最好笑 他说 坚持人民至上 心命至上 用心守护中国人民健康福祉 和积极助力国家 国际社会的战胜这个疫情 这是面对 世纪疫情的时候 中国的选择 他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问题是 现在的生命 一直一条一条 不断的流逝 你们居然还敢讲这样的话 而且我们要讲的 中国是会 最会把伤势当喜事办的 对 没错 现在完全 完全不在乎 这个疫情大爆发 你也不在乎说 你的急诊室 你今天所有的这个医疗 已经崩溃了 更不用在乎 你的焚花炉都已经烧到 焚花炉都已经爆掉了 对 结果我们刚刚讲的 大量的涌向夜市 涌向的观光景点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而且如果你真的 只看中国的表面上的话 你会觉得 哇 这个国家 已经完全恢复了 一个 过年的时间 所有大街小巷都是人潮 再来就是什么 现在要出国了 也可以出国 然后另外工作岗位 也都满满的都是人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 已经真的是 向阳而生的一个状况 你看 这是北京 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 上面来说的话 当时的这个 尤其春节快要到 现在连年货大街 人都非常非常多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年货大街的人潮 是这样 这人上人海的一个状况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洛阳 你看 河南的洛阳 你看洛阳的夜市 也是满满的都是人 你看 大家可能都没有戴口罩 然后在那边吃东西 就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完全都不用 没有再怕病毒的一个状况 另外 连南京 南京这个长江大桥 也恢复了 这个往日的这个车流量 非常多 甚至连上海的地铁 上海地铁 在之前是这样 然后后来爆发疫情的时候 一路往下坠 现在开始又往上 慢慢回升了 要回来了 可是说你知道 现在上海地铁人潮也都回来 所以告诉你 现在整个大家都完全 你看 甚至你知道 过年期间大家要去玩 你看 很多人 中国人不怕嘛 当然不怕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在河南的这个 老军山 有玩的时候 人太多 所以他们过去人太多 挤来挤去 现在又重新在这个发生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重庆也是一样 重庆的网红的这个景点 这个烟火器 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在红崖洞 红崖洞这个地方 人又全部都 你看 人山人海的一个画面 甚至你看 现在你要去海南岛 因为他们中国一旦的解封 现在北方的冬天很冷嘛 他们都会跑到海南岛去 你看海南这几天的人潮 他们就说什么 我们就恢复了往年 2019年9月当时的荣景 现在都完全都回来了 他甚至说你看 最后如果你真的看不到 就是你没有抢到机票的话 可能马上就会涨两三百块 人民币以上的这个涨幅哦 那还告诉你什么 你看这是当时海南岛所有的房间 你看这两万多块人民币也被订完了 八万多块人民币也被订完了 五千多八千多还有十二万多的都被订完 所以现在海南岛是你有房 你看十二万的他们照样给你订下去 他们好没有再畏惧 已经三年没办法出国 没有办法出去玩了 他们现在一次把它玩下去 所以他们说三年到酒店 一个负责人就讲 我以前担心没有单 没有人来 现在把他就没有车 没有房 我没有办法提供 对 你看很多都是瞬间就反转的一个状况 这个回家也太怪了吧 对 那你知道春节他们还爆发一件事 在河南的时候有非常多民众 他们去踢翻警车踹警车 你要讲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说我们在那边放烟火的时候 就你就来干扰我们了 他就这样子 他就把这个警车 他们原来是因为太嗨了 就来用这样来攻击 之前是白纸运动 现在是变成是他们太嗨太开心 你就觉得这个反差也太过大 那因为过年的时间 过年的时间很多人来放鞭炮 你看中国的标语又出来 过年标语都是什么 要防犯疫情 现在小孩防犯这个烟火 燃放烟火爆竹的话 拘留家长 还弄这个标语出来 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 整个疫情在中国 如果你看到表面上 仿佛是已经完全消失的 不是 人家讲的 如果看到中国的宣传 按照中国的这些影片的话 觉得他已经疫情过了 大家已经变成正常生活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 刚刚讲的急诊室家属报告 急诊室全部都是人 甚至刚刚讲的 不是讲说 他的那个火葬场爆了吗 火葬场爆了不是说 那个钢铁厂要来烧吗 后来我想 后来他们不要用钢铁厂 后来我就问一下 我朋友说 为什么不用钢铁厂 他说你知道吗 钢铁厂的温度 一般的火葬场温度 是七八百度 钢铁厂上千度 他说人烧了以后 连灵魂都没有了 灵魂都没有了 我不敢烧 对 你就知道事实上 现在中国的整个 如果是表面上之外的 生成的这个状况里面 医院目前为止 还是人满为患的一个状况 甚至遗体里面来说话 停车 现在真的停车场 到处都是遗体 那甚至医院完全都是爆满 你看这是上海市的 这个东区战区的 这个陆军总医院来说 有大量的这个病患 来到这个地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急诊室里面来说话 表面上大家都很开心 对不对 急诊室一堆人在那边痛苦 因为他刚刚走了 他的这个亲人 大家完全 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一个医护人员 他说他已经工作了非常久 连续值办九个小时之后 然后他就昏倒了这个状况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整个医护 所以他医疗还是在崩溃当中 对 医疗人员来说 现在是紧急 非常非常吃紧的一个状况 崔伟他说 深层的中国里面来说 连护士你看 护士他帮你工作之后 其实他都还 手上都还打着点滴 不只是医生 护士都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医疗 还是处于一个相当紧张 跟崩溃的这个边缘里面 而且他现在为什么 习近平要急着赶快的 让他整个感染 因为刚刚讲的 你再不去给人家开放 你再不挥抱这段生活 对 他们的单子 也就是外国的单子 都要被抽掉了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要赶快感染吗 因为你知道 不只是说 你可以打上爱国烙印 你如果没有感染过的话 不好意思 你现在餐厅没得去 你现在工作 没有办法去 为什么 他们现在的 这个新的方针是这样 过去那段时间 你敢这个生病的话 我根本就不用你 现在是这样 你不生病的话 我不用你 现在是这样 优先招聘 新冠康复者 每一个现在都是 公司都是这样 你看 这个招聘 这个庶名 然后杨过的 优先考虑 有医院者联系 现在全部都是这样 你看 招聘这个销售 你要感染过杨性 对 你才有办法有工作 招聘两名 杨性或者是杨过优先 杨性都没关系 或者杨过优先 现在完全都是 变成是这个样子 你没有生病的话 不好意思 你还真的没办法去 你知道 他就说 这里有一个 十家中一个酒店 很多员工都杨过了 所以没有杨过的话 上班的时候 如果你杨的话 还要再请假 这样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杨过的都完全优先 那甚至这样 这个餐饮店 很有意思 他说 如果你阴性的话 你就不要进来 你看阴性 你就不要进来 拒绝阴性静电 因为他说 你阴性这个静电 你感染说 我们这样很麻烦 如果说阳性 大家都没关系 你阳你就来 对不对 然后后来人家就说 你这样不是歧视 他说没有 其实都可以做生意 但你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的风 完全都转变了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这也是一样 你要去李托法的时候 他有阴性的客户 他说你最好不要来 因为我才刚康复 你最好不要 等你阳过之后 你再来剪头发 现在连剪头发都没有办法 那甚至你看 吃饭了之后 他现在也跟你分桌 阳过大家坐在一起 阳过人很多 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 你阴性的 不好意思 只有他自己 对 你就自己坐在旁边去 然后你还戴着口罩 大家在那边很开心 在那边唱歌 吃饭聊天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在中国 现在是变成歧视阴性 你没有得过 现在反而是歧视你 这个鬼子 我完全无法理解 对 所以说改就改 所以现在我去中国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还是阴性 所以我还没阳过 你没有得过 对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都是这样 大家阳性的时候 全部聚在一起 还可以打麻将 结果你知道阴性的不好意思 你就关在门房里面 你继续关在里面 所以现在整个完全是 反过来颠倒了一个局面 让他觉得说 这个国家的落差 也太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国家 真的是跟着领导走 好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中国见面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阳过了没有 那我们现在只找阳康 你没有感染的 你现在反而在中国 会被歧视的一个状况 所以董事长 我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国家 你自己讲说 中国是用运动的方式 搞这个抗议的大战 就我现在跟他们讲的 口号都出来 全部要向阳而生 这个国家是怎样 风怎么吹 就怎么走吗 跟着党走 跟着党走 所以他整个 治国的理念 你看他做每一件事情 抗议 他也是搞运动 对不对 他搞反贪腐 也是搞运动 什么东西都是搞爱国运动 都用爱国运动 作为他的治国的手段 所以他这个国家 永远不会进入 所谓的文明化 跟制度化 老百姓不会有感觉吗 我家里面有这么多人 生离死别 我没有任何哀伤吗 这个百分比还是很低的 你要注意 因为这一次 你看这个中文研究院的 何美香博士 讲得很清楚 他现在目前还是Omicron Omicron有两个特性 他第二个特性就是说 他传播速度非常快 快速传播 第二个特性是 他是比较低的致病率 他的致病率还是低 还是千分之多少 所以我们怎么算 他中国 怎么搞 就一百万两百万人 顶着天都这样子 但他现在二搞以后 其实速度反而加快了 加快之后开始 结果他很快达到 这样完全不在乎 那一百万两百万人 他反而降低了 他很快到了封顶 他到了封顶之后 很快速就把整个 集体免疫力的环境创造出来 这个你不能说 他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人类的 这一次的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的 这个病毒的结束 结束 整个结束之后 会在中国的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全部结束之后 所以中国是最后一里落 中国是最后一里落 因为中国是人类的最大的 最大 14亿人口 最大的一个大面积的 没有染疫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 染疫以后 所有的东西 该发的都发的 该染都染了 都染了 还有你所谓的什么大魔王 什么病毒 交叉感染 一定会全部都一次 一次发光光 发光之后 它这个整个就变成在地化了 就变成全世界的瘟疫 就变成在地化 在地化就变成感冒化 那我就决定要是 欧盟 刚刚讲一开始是美国 后来是日本 连欧盟都说 如果你要疫苗 我可以免费提供给你 免费哦 可是中国没有讲的说 我们有全世界 最完整的疫苗生产线 不用 对那你都不理你 我连疫苗都不打 他理都不理你 他跟你拼了嘛 他是伟大的 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嘛 伟大的中华民族 怎么需要你这些 养鬼子的疫苗 这不是笑话嘛 对不对 他这个是 他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治国成功的一个国家 能够是为人类的 这个表率的国家 他怎么晓得起 你这种方法 对 就是在人民面前 他非常十足的这个自尊心 但是这里面 是犯下一个缺点 你现在出国嘛 对不对 你出国我就不让你来嘛 或者刁难你嘛 PCR跟你搞东搞西啊 所以这个 可美向还讲了一句话 有道理的 他说你中国必须 现在要注意 把你大城市的防疫的措施 要巩固起来 因为你这个大城市 不巩固的话 你的财产的 财产的损耗非常大 可是他没在乎啊 都拼命的感染啊 他有在听 其实他 因为每一个 他很简单 他是地方诸侯嘛 他每个诸侯 他有指标啊 我现在是浙江省委书记 我搞烂掉 我倒霉啊 对不对 我要当官嘛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他们有 他们的资源是够的 对 他们国家的力量是大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 第二个他就讲 你是中国本身 一定要透明化 透明化干什么呢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 病毒的基因序列 报给全世界知道嘛 那我才知道 他怎么搞你 就是他 像你刚才讲的 他不甩你啊 他不合作啊 他这样恶搞啊 在恶搞最后 那现在变成全世界 自然就会跟他 有个封闭的状态 可是那这种现象 变成他们的 做事的习惯 跟现在西方的主流思维 是完全背道而视嘛 虽然这次让你战胜了 对 你战胜了没有错啊 但是你真的得到好处了吗 没有嘛 当然没有嘛 IMF今天 昨天今天的这个 不是这个预呼出来了吗 他明年会多少嘛 很惨 百分之三以下 平均值 全球平均值以下 表示这个国家本身的老百姓 就会有好几亿的人口 会面临在贫穷线以下 他们会失业 会没有工作 会有饥饿的问题会产生 中国明年会面临 非常大的恐怖的事情会发生 那这个政府怎么去面对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全世界人类的一个 沉重的负担 就会有 你刚刚讲的问题 就很多欧盟国家告诉 我来帮你忙好不好 就有很多机构 会来帮他忙 他一直不断地拒绝 然后就得罪了 跟在这个世界上 他得罪了被主要的国家 而形成一个紧张关系 好 提会 刚才讲的 你现在看中国你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一个国家居然把人命视为草剑 一方面哀鸿遍野 你的医疗体系已经崩溃了 你的死亡率非常高 你的焚化炉现在都出问题 甚至连你要把炼钢厂的焚化炉 都要拿出来用 可是另一方面 好像歌舞升平 完全没有那回事 而且中国人完全没有那种 好像疫情爆发的感觉 你要看中国这个国家 你要你集体的来看待 你不如你个别来看待 我们讲说个别主义 那个概念是西方的概念 那绝对不是中国的概念 所以我这次第一次感觉到 看中国的标准 跟我们在台湾完全不同 完全是不一样 但是你从这件事情 又可以看出一个事实 习近平是不是有权力 能收能放 就全国都听他的 你想想看 要封控就封控 然后今天一解放 全部都一解封 全部都这样子的 然后大家要遵照他的指示 全部都要养过 所以代表说他权力核心 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今天能收能放的就是他 跟当年的袁世凯不是一样吗 袁世凯要叛变 要发动军变 就发动军变 明天马上就收掉了 为什么 自己产现出自己是有能力 那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其他国家揣在蛋 为什么其他国家会很害怕 我要面对这种领导人 那以后我要怎么跟他交手 怎么跟他交往 你今天元旦文告可以跟我说 两岸一家亲 然后接下来你就派了军机来烧拉台湾 那不就是一个两极化的概念吗 你什么事情都是两极化 你今天让全世界完全摸不透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在思考什么 你明天说不定就变卦 变成另外一个模式 就一样的意思啊 习近平答应说美国中心事情 隔天马上就说变了 他承诺事情完全都不算数 那这种国家我怎么跟你交往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什么 无可捉摸 对啊 问题是中国老百姓的挺他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从长期以来 中国世代以来的话 就是以皇权为主你知道吗 就是说每一个朝代一定要有皇上 对 大家跟着皇上走就对了 天只有一个太阳 对 我跟着太阳走 除非是有出现另外一个太阳 我才能跟着另外一个太阳 来打击原本的太阳 然后换成另外一个朝代 那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但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啊 因为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像样的 反对派的领导人 可以跟习近平来对抗 对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一上台之后 就开始在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核心嘛 他讲习核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所以中国才讲要天舞二日 就是如果天上出了两个红太阳 这两个红太阳才能把他打起来 如果只有我一个红太阳 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对 所以你表面上看到是个疫情 但事实上在中国内部来讲 它是一个政治 它绝对不是单纯这个疫情而已 那如果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话 现在也讲 已经太平天下江泽民已经挂掉了 江泽民不在了 没有江派了 已经没有所谓的江派 江派势力早就被他斗垮了 而且他刚开始上台的时候 你知道2012年 当时他开始上来之后 结果他花了好段时间 自己身兼二十几个小组的小组长 在干嘛 跳过那个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分配 集体领导的这个概念 权力是分选的概念 他把他全部拦在自己的手上 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情 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核心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像以前邓小平在斗 斗花狗风一样 就像以前毛泽东 如果权力被拿走的时候 马上又发动红卫兵 把权力再拿回来 所以这整个事件来讲的话 就是共产党的一贯的手法 就是斗争嘛 那斗到现在来讲的话 他还在斗争 可是他老百姓没有选择 老百姓只能跟着党走吗 只能跟着他走啊 因为有农性在你知道吗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他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一个皇权的概念 那今天习近平刚好担任这个位置 现在最怕的就是什么 他接下来 因为他权力巩固之后 接下来都要对外了 那对外来讲的话 全心办大事 权力办大事 对付美国 对付美国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 我们讲一些阴谋论好了 他里面现在出现那么多的病毒株 那么奇怪的病毒株 现在英国已经受害了 英国他现在已经 大家不戴口罩 但是英国很多都是 因为中国这个病毒株跑到英国去之后 结果英国有这个懒意啊 你想想看 中国会把他当这个东西 类似像生化武器那样子 以后搞得全世界贴满地步 你只要对我不满意 我就放几只病毒过去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来制裁你 用经济手段 用这种方式的手段 当然我们不愿意讲到这种阴谋论 但是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这种治理模式 叫做中国模式 这个中国模式全是唯一他一个 但是这个东西也让全世界无法捉摸 既然无法捉摸的话 大家每天都刺力蛋 很怕吗 当然你看拜登 我今天要跟你谈 我怎么谈 当时他又说 我们可以放两亿的这个人民 到你美国去 看你美国怎么样 美国马上说 我把他国门把他关起来 对不对 这个对全世界来讲 影响非常非常大 因为你的决策捉摸不定 那造成大家无法用理性的方式 来跟你交往 好 刚才讲 台湾现在其实有点紧张 台湾今天破三万了 我旁边很多朋友讲 我要不去打次次代疫苗 所以台湾现在目前的疫情又起来了 观众朋友 已经是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了 已经破三万了 而且呢 接下来可能还会更高 因为一月包以后 中国大陆游客 他要往外开放 他会到处去 所以其实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确诊的比例 我们不可考 我知道多 因为全世界都一样 他是最后一班车 我们算是中淡班 欧美是更前面 他一旦把那个清零的 那个风控给解除之后 就会这么多 可是中国大陆游客来 他到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会紧张 那我们因为这个关系 先做了第一个风控 第一个风控措施 不是风控 他措施是什么 就是所有中国大陆入境的旅客 包含台商回台湾 都要做现场在机场的拓役PCR 就一做以后呢 你看 19.9 前几天要27.8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确诊 所以满街都是小龙女 为什么 因为有都是杨过跟杨康 大家都说我已经杨过了 我已经杨康了 可是宝杰哥 我问过医师 我问过您是不是医师 你PCR拓役确诊 不代表说他已经有传染力 快散会比较准 可是代表说中国大陆 现在传接来很多 这第一个我们台湾 第二个全世界其实都 中国真的有传到台湾来了 一定会传 而且他传到全世界去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因为现在你要看到 全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大陆 是非常紧张的 韩国我刚不讲1月8号 宝杰哥今天是几号 1月4号都还没有开放 可是已经造成全世界 很多国家都受影响 韩国41.9%确诊 在最近几天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他还没有放 他到时候放了会更多 所以北韩跟摩洛哥说 对不起我们是完全 对他完全给你断掉 可是我们没有要走回头路 没有要边境管制 这第一个 第二个这4%来自于中国 大家会想说 XBB1.5有没有 XBB那会不会大魔王 跑到台湾来 中国大陆现在其实都是 Omicron的 BA.1或是BA.1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打试试疫苗 其实他防御率是很低的 可是大家会怕 因为中国大陆到处去了以后 大家会觉得说 你中国大陆一出来以后寸草不生 所以连香港都受影响 香港这几天 收到了澳洲 加拿大 法国 印度 还有南韩美国 讲说 请香港所有旅客 因为他不是中国大陆 你来一定要做 上级之前的 这个检测阴性 香港政府跑去抗疫 没有用 日本也怕了 我刚讲还没有开 可是日本已经有很多的 中国旅客已经去了 还有商务的探亲的 还不是一般旅游 已经写这个 是中国客人 本店所有药品 同一商品 只能卖三个 这在日本的药妆店 写中文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看 好 第二个 他为什么要写 因为你看这张商品 你不知道 你看这就知道了 不写被扫空了 全部买光 有没有 所以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要退烧药 止痛 震热 这些中 他把全部买光 所以中国大陆 1月8号才开始 往外大开放 可是现在探亲商务理由 已经开始在对外买药了 这就是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中国大陆人多 而且目前现在 确诊人的比例高 所以大家都怕 好 对 另外就是 我们这里讲了很多遍 全世界最主要的主旋律 就是中美对抗 中美对抗 有一个我没办法想象 现在特斯拉的股价下跌 下跌得非常严重 他之后三分之二的股价 都没有了 你说中间原来 有美国政府的影子 是 宝姐 现在伊隆马斯克 可以说真的是跌落生炭 为什么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来说话 特斯拉的市值一共蒸发 快要70% 他最高的时候曾经有破一兆 现在他整个市值来到3400亿 那你知道 这个伊隆马斯克 他自己也有点小红 你知道 12个月前 你看12个月前 我是年度风云人云 现在是变成怎么样 他现在是怎样 他最近创了一个纪录 他是史上财富 蒸发最快 那他在身家最高的时候 他曾经有2100亿的 这个身家 他现在去年一年的时候 他蒸发的快要1000亿美金 所以他真的非常糗 那为什么非常糗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去年原本他是预估 要成长50% 就他最后呢 成交了这个金 这个成交量 交车量只有140几万 所以只有40%几的成长幅度 不如50%的这个成长幅度 所以人家认为说 你特斯拉你的黄金岁月 真的已经过去了 你就用高峰掉下来了 对 那为什么高峰会掉下来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市场目前为止来说 越来越多的公司 全部都介入了这个电动车 所以他整个市占率 结结下 他原本在2020年的时候 在整个电动车的市占率 高达80% 可是他因为其他厂商越来越多 所以他现在预估到2025年的时候 他电动车只有剩下20%的市占率 那你20%的市占率 你面临到什么压力呢 因为大家都会开始跟你杀价 所以过去 其实从下半年的时候 特斯拉就已经调降了 非常多次的这个价格 那甚至他还说 你保险了 我给你免费的这个保险 所以等于是变相的在降价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做什么 他的优势没有了 对 他说他要卖这个 低价版的这个Model Y 低价版的Model Y 他卖只要4.2万 所以也就是说他价格越卖越低 那他市占率阶级下滑 那价格越卖越低 当然表示你的车 基本上是卖不动的一个局面 好 那刚才宝杰讲到 他跟中美贸易大战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跟中国靠得太近嘛 我跟他同时惹了两个麻烦 对拜登来说 第一个 你跟中国走得太近 很简单 因为你在中国 我们都说你不要去中国投资 结果没有 他是返向到中国去大投资 你看从去年1月开始 这个白宫说什么 私营部门应该抵制种族灭绝行为 因为你特斯拉里面被人家说 你很多零组件就是来自于新疆 或是说你可能也跟新疆人权 都有相关的关系 他有新疆的产品 好 那结果你知道 这个3月的时候 拜登在国情质问里面来说 他讲什么 我们这个要支持福特 还有支持通用汽车 他完全没有说到特斯拉 完全不提特斯拉 结果人家就问一龙马斯克说 那你这个有什么想法 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拜登 没关系因为没有人在看国情质问 他完全不在乎 他跟拜登杠上了 好 那结果没想到 在今年6月的时候 他因为要裁员 裁了百分之十 那裁百分之十 正值改成这个派遣工 结果没想法 因为他没有工会 所以当时的拜登还亏他 他说反正祝他这个月球之旅好运 他就不想讨论这件事 甚至到今年11月的时候 你看拜登直接说得非常清楚 马斯克跟他国的关系值得好好地来探究问题所在 所以实际上你看 你就知道说实际上他惹了一个就是他跟中国的关系 然后还有第二个关系是什么 包姐因为他跟川普非常好 他跟拜登关系不好 不好 那你知道因为他之前要收过推特的时候 他收过推特之后 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 恢复川普在这个推特的账号 后来大家就说你怎么干这种事 就没想到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要支持川普 连川普都说我才不理你这个车 你来蹭我的热度 其他就说什么 那我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 我不会支持川普 但是我会支持迪桑特斯 也就是说现在的佛罗州长 所以他等于是公开跟拜登干 所以拜登会不会当然不爽 你看拜登每次他都知道 到福特车厂去试车 去通用 到通用去试车 他就是没有到特斯拉 所以你说福特 其实拜登去帮很多美国国产车 或国产的电动车去等于做造势 完全不理特斯拉 对而且他因为我们知道 他有一个抗通膨法案 抗通膨法案里面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只要 这个民主舰大部分在北美生产 或是在美国相关的供应链生产的时候 我会给你补助金额 补助金额有3750块 所以因为特斯拉都没有 没有 所以他这个摆明了 就是要排除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拿不到降低通膨法案的 这个好处 所以你看特斯拉现在就说 我赶快我要设厂在这个墨西哥 这个地方嘛 所以特斯拉 所以你看拜登他也是蛮故意 他反正设定了一些法案 因为就是排除特斯拉 就是排除你 那更何况说特斯拉最近还做了一件事 他准备把这个朱小鹏 朱小鹏原本是上海厂的主要负责的 他现在准备把他调到特斯拉 担任他的二号人物 所以这个跟我引起美国的不爽 你这个美国这么重要的公司里面 你居然一个重要的高管 是来自中国上海厂 然后又把他调到美国来 所以我就说 伊隆马斯克 他过去一年 一年前真的是person of the year 但是很不幸 你惹了拜登 拜登怎样全力对付你的时候 你当然会倒大美 知道 我们先讲了 你要在中国搞斗争 你要天有二日 要两个红太阳 你没有取代习近平的领导人物 习近平就给他 我就是红太阳 你根本拿我无可奈何 同样的 你要取代中国的供应链 你要有一个相对的供应链 才会把他取代他 大家本来以为说印度 印度的什么基础设施很烂 工作条件很烂 工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态度很差 可是后来才发现 印度已经不一样了 而这个已经不一样的印度 真的有可能取代中国了 对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印度自从iPhone 移到印度之后 印度实随之位 他就很希望说 有非常非常好的投资环境 结果我先给他 导播先回去看 以前我们想象中印度是什么 以前想象中印度的街上 就是我们想象中印度 这种火车 火车嘛 没有规矩 不会准时啊 然后到不都会有人 从火车上掉下来 对不对 可是现在给大家看 印度里面的德里 首都现在他们的地铁 也就是我们捷运站 吓死人 真的跟我们过去的想象 印度完全不一样 这是印度 这是德里现在的街头 德里现在街头 干净的不得了 而且他们 可是印度的路 不是给扭走的吗 没有 现在真的是冷 而且你不要以为 这是金玉区 或败区匠 没有 你看里面 井栏有序 而且里面的火车站 干净的不得了 你看 这是印度的地铁 对 你不讲真的 你把这个所谓人都折住 真以为是台北 或西方铁 里面干干净净 过去我们以为的印度 现在完全不一样 老婆我们带回来这张图 你看 这个是印度 很好笑 这是捷运路网 这个捷运路网 台北也有 我们大家很熟悉 对不对 这是 你看看 这是2003年 印度的捷运路线 然后呢 只有一条 然后就把七八个站而已 现在呢 那这也太快了吧 对啊 2021年 你看这是整个印度的捷运路线图 然后呢 整个印度的捷运流量啊 276万人一天 台北捷运呢 190万人一天 所以他现在已经正式超过台北捷运 我记得台北的捷运行是1992还是1993开始盖 19921993盖子盖 到现在是2023年了 才有这样的规模 他说2003年 就已经有这个规模 他这个很简 他们真谛啊 什么都很快 而且要把人赶赶赶走 然后给你拆迁费 所以印度是很夸张的 好你除了捷运之外 印度还投入什么 37兆台币哦 不是卢布货 37兆台币去改善印度的基建 所以印度我现在开始 我们看到港口 然后大的码头 还有大的这种高价的铁路 印度现在全部重铺 过去那种旧铁路 印度人不是喜欢躺在铁轨上面 他说铁轨有电嘛 对不对 通电可以治疗 很多被压死 不好意思印度现在都全部都改造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这样启动一个 我认为很重要的计划 叫做洁净饮用水计划 印度的水过去 恒河捞起来就喝 对不对 不然以前喝了就拉肚子的 对 恒河捞起来就喝 不好意思 印度现在洁净饮用水计划 这个洁净饮用水计划 印度也开始推动 这很难哦 洁净饮用水计划 你除了从水源 你也除了自然水管线 你都要重铺哦 否则你水是干净的 我拉到家里 所以你看 这像台北一样 我的翡翠水谷的水 是可以生硬的哦 可是到你家就不行了 对 所以这是两回事哦 所以印度现在捷径 饮游水计划 他们需要什么 水龙头打开水 你就可以喝哦 这比台湾现在还先进哦 是新加坡现在做到这个 欧美现在做到这个等级哦 所以印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 印度现在变成什么东西呢 因为他要做大量的基础牵车 对不对 印度现在变基建狂人 大量的钢铁用在印度 印度现在这样走 原本中国是世界第一个 用钢铁的 可是中国连续2021 2022 2023都衰退 可是印度连续三点 钢铁使用量都在增加 所以下一个市场 印度如果开发起来 真的有可能取代中国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七点半 这个时候刚刚讲的台南地方 也在去处理杨志强跟郭再兴 两个人到底要不要收押境界 我们大家事不已带 可是关键是 今天弄到秋莉莉 50万交保 林志泽20万交保 你是在台南的 你是民进党的议长 这么样位高权重 而且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你居然敢让他50万交保 20万交保 是真的已经抓到东西了吗 对 我们讲这个议长选举 这两个重点人物 议长是谁 当选人就是邱莉莉 邱莉莉竟然50万交保 这算重保 然后操盘了林志泽20万交保 这个东西其实 你看交保的金额就知道 这是有东西的 有东西吗 另外来讲的话 不只是资料 钱竟然都给找到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以台北的角度来讲 台南真的是太神奇了 钱竟然被收到了 这将近1000万放在哪里 放在这些保冷袋 保冷袋 保冷袋很多的时候 你要送礼 然后比较做多东西 对不对 但是保冷袋里面 跟你讲 不是说 杨志祥本来就很有钱 我有钱的人 我在家放个800万很难吗 好 重点是 你800万要放在哪里 你800万 如果你放在你个人的金库里面 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美金 还有一件黄金条块 你可以解释 我怕阿公怕 我放一点现金不可以吗 但是你放的东西 是藏在柜子里面 柜子里面 放了一个保冷袋 保冷袋打开 都是紫塌紫塌 为什么讲说 这紫塌紫塌 会有美感 如果我今天 要去贿赂保洁哥 我只要打开来看一下 保洁哥你只要看一下 大概门面有几套 因为一本是十万 如果你是零散的 那大家要怎么贿赂 大家是不是还要拿 这个点超级 来算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交代不清楚 交代不清楚 所以数码要几大几大 对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就是美感 你想想看 大家久憨而热 然后不管是钱金 或是我们家看起来 因为已经选完了 检察官跟调查员 觉得这比较像是后线 你在酒店里面 推出去的时候 我再瞄一眼就好了 那这个东西 你能交代吗 你如果你可以交代 你就不会被生压 听说这个行业来里面 你用什么装 你用鞋盒装 你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行李箱装 我不用看 打开 我就知道没有多少钱了 一般鞋盒都是一百万 行李箱可以拉着走的 登机箱就是三百万 这个东西 其实你拉出来的话 大家 我大概就知道 你总不能说 保洁哥你等我一下 来我打开来算一下 还跟电眼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讲难听一点 就是人账俱获了 所以现在 如果说我这个是保温袋 保温袋 你别放多少钱 也都会知道 对 你看那个长方大小 那现在的话 大概就是一千万左右 那一千万为什么 只接近一千万的话 会不会是骑通还有过水 等于说呢 我今天帮你跑这趟退 我要过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对杨志强 还有郭再兴来讲 这个东西 可能就没有办法来 那么容易的跑得掉 但是呢 今天我们讲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 杠上开花的时候呢 大家会以为说 好 今天这个检察官跟调查员 你们要做谁 做李文俊 为什么他跑票了 张士贤 这些李建国 你都是国民党的 你在国民党的时候 你在国民党结的时候 你开票开出来 哇 你投邱里里 现场一阵惊呼 我觉得刚刚讲的 已经变成了 大家关注的焦点 你还敢去做这种跑票 跑票刚刚讲的 你谁跑票就算 永远讲的 不管李文俊 张士贤 你说我百%就有地方基础 我就算不靠国民党 我也可能当选 李正国这一票 是赌上你的未来 赌上你的未来 代表你要付出多大代价 对 等于说 他就是拿他未来的政治声量 来拼了嘛 可能你到处要被开除之后 你在黄复兴那地方 你根本不可能多三再起 但是大家回头去想 25号当天开票的时候 李正国这个票 张士贤这个票 李文俊这个票 开出来是给邱里里的时候 现场一阵惊呼 大家以为 我们在台北以为说 啊 怎么国民党的 然后呢 这个李文俊 你要选这个副议长 你说这样 其实在现场 告诉我们说不对 因为当初 大家知道说 有三个人 已经被挖走了 这三个人呢 不是这三个人 所以呢 为什么检察官 他这一次 可以这么大落作 尬下去 这个是有故事的 当初呢 其实他们要买票的时候 他是分两组 分两组 等于说我前后踢 前后踢呢 是不同的人 操盘手是同一个人 但是是不同的人 出去买 所以出去买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不知道说李文俊 张世贤 李正果 这三个人有办法撬得动 如果呢 我今天呢 去不管讲 我们先不要讲买票好了 我们就讲说 好 我们今天有办法 说动你来投邱莉莉的话 三个都会中吗 如果只中一个呢 然后呢 正果会那六个 又不一定稳的话 三不五十就在那边 跳啊跳啊跳的 我要买保险 对 所以他们是走双线 所以他们这一局 你看哦 多离谱多夸张 已经大家已经讲了 会胜会赢了 我要处理 这是要处理 我要处理 还要走双线 所以呢 他们就是 这边是一组人 然后呢 这一边又是一组人 所以呢 其实当初呢 这一组人 已经有被缩动了 被缩动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发生 怎么离谱的事情 在现场讲出来 这三个人 偷给邱莉莉的时候呢 这三个人 马上就接到讯息 说不用了 我们不买了 好 不爱啊 你这票不用啦 你说三个 我已经确定 开出来啊 对 三个就不啊 对 因为他们这三个 开出来 郑国会这也跑不掉了 所以呢 到最后是一个 漂亮的一个 三十几票 给过了过去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三个人 你知道吗 当事人 就是这个关系里面 知情人士说 那就是 重量了 我今天党团已经知道 我要 我这票要出去了 然后呢 我对 我的支持者 我已经 面对 我就要被他痛宅了 那你现在 你现在说 哦 我这事 他就讲一句话 想回数 你这样出力吗 我等于说 我这个 我都已经卖出去了 我卖出去 你最后说 你不买了 有这回事的吗 你说我都已经准备 被判变了 对 我都已经准备要去 淘汰了 对 我淘汰了 你根本就不买 那不买的话 那钱怎么算呢 现在 哦 不用了 不用了 没有了 所以剪掉这一次 为什么敢这么大动作 就是因为这些人 已经被掌握了 所以来讲的话 哎 你最后没有跟我真的 买下去的话 好 我有些人 苦水比较够 我前面可能没有先拿到 我是契约 我就 变脸 他们来跟我讲 价码怎么开的 在哪里交收的 后付 但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收 我是一阵延迟的 这个不关系 所以把他全部给他撂了来 所以他变说 他没有收 你现在 他在很大声 对 他很气 自己没收到 对 他现在就是你走双线 以为要买保险 所以在这一次才会被尬出来 尬出来之后 检察官跟检调系统 才这么有信心 反正呢 你们三个人就是稳稳的 你们到时候要好好来解释 你们为什么要投这个票 但是这边的政治 已经掌握好了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意外的警喜 他们说这个真的是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意外的警喜 所以这三个东西 弄起来的话 这个案子是非常有机会成的 可是我不懂 如果这这么大案子 而且已经扶晓初期 都已经为了保密 当时台南市警察局 事先没有通知 那林世杰会怎么跑掉 好 而且他说林世杰是关键人物 对 这就是当初 为什么不让这个台南警察局 来介入 如果你介入的话 你可能在开请教的时候 这风声就走出去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到台南这个地方 连方洋宁他自己都曾经说过 他在很多的地方 都在地 在地 那小园井以后呢 被栽培 栽培 这两个字是有没讲的 是栽培哦 被栽培之后呢 去考警大 然后呢 考研究所 然后变成警官 哎 你像不像无间道 对 我从小看你长大 跟你栽培 台义栽培 这两个年纪很重的 我把你栽培哦 我曾志伟的样子都出来了 对 你这个是要还的哦 所以呢 林世杰为什么跑得掉 那林世杰在这个事情里面 有没有一个重点 他重点就是说呢 你要把我们刚才讲的 那三个地方 勾机出来的话 林志杰就是一个 不能腿软的一个角色 如果林志杰腿软的话 案子结束了 如果林志杰不出现的话 或许还有这个转环的机会 那林志杰为什么会跑得掉 有人跟他讲啊 我告诉你 宝杰哥 在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人家来里面 我们人家 你一台车 你一台人 你来掛耍 大家都知道 你派出所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是无职 你就是失职 你就是无能 所以呢 他怎么跑呢 他一定是有人去跟他讲 跟他讲以后就跑掉了 但是呢 现在要把他抓回来 那肯定是要的 那我们讲另外一个重点 你觉得这很离谱吗 我觉得更离谱的 就是台南警方 你看哦 大家都知道说 你就跟人家挂钩 你就是有问题 不然林志杰怎么跑得掉 我不管你 我今天说派这个警官 我就派 大家都想说 哇 大家都在讲理哦 大家都说 你这个有挂钩 结果呢 我在这个方向 你决定 可能会倒台 跟动警官 我要把所有的重点的位置 全部都给洒出去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我还是当大哥 所以这些人 你看每个派的地方都说 哇 这个不就是谁谁谁的人吗 这不就是谁谁的人吗 一个一个把你派出去 等等等等 我完全搞错了 我还以为说 今天因为台南市警察局 这样不被信任 所以我要自清 我要自清 我才搞一个大地震 那是我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 其实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在台北这种做法 有两个分局 万华分局跟庄山分局 他们叫预防性调整 如果我今天发现 检调要来搜的时候呢 你跟那个兄弟很好的话 我先把你调走 增加检调搜索的一个困难性 可是呢 这些分侦察队 你知道哦 重点都是侦察队队长 重点都是侦察队队长 但就只去看 这里面哦 都有特定 谁的人 谁的人 每个跟地方的关系 都非常的良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不像你保洁哥 你去想的 这台北的思维 我预防性调整 还扣到我 但是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不管了 你们都说我这个挂钩 我挂钩给你看 我还差点去走 对 反正我就直接把你派出去了 派出去以后 这些要听命谁 警政署你也调不动 刑事局你也调不动 我现在说了算 台南这一局 错误大家的想象 我要怎么弄就怎么弄 你们台北的事情 我管都不管 我就让你知道说 谁是老大 对对对 我上一队讲说 我看不懂中国 我现在看不懂台湾了 只有台南 只有台南这个东西 结果你发布下去之后呢 大家都傻眼了 每个都是之前 大家觉得说 跟地方挂钩太深的 这每个都是升官的缺 每个都是 这个调整都是有每个的 这弄下去之后 台南已经相当的稳固了 只要你 你没有办法 从内部去破解的话 台南这些 已经又尬在一起了 尬在一起之后呢 不管你怎么样 他们就给四个字 笑骂游人 反正呢 我们位置都已经站好了 就算你换了局长 你要再去动他们 不可能了 那真的是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的地方 对啊 所以呢台南其实 上上下下来讲的话 我本来还想去白河住的说 先不用 先等等 因为这些东西 已经弄下去之后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从上到下 其实都已经 把它给巩固住了 所以你要再进去 其实很难了 好 所以正好 刚刚讲的 现在台南的警察局 水这么深 真的是有人通不报信 林世杰才跑得掉 对 这是很夸张的嘛 因为这个案子是大案子嘛 这个大案子是台南地检署 黑警署 主任检官 主任检察官 主专案小组去调查的 所以变成说他们什么时候 扶晓出几 这些东西你是不可能泄密的嘛 可是问题是哦 其实哦 这一次林世杰跑 是非常荒唐 是什么 我们讲一个月林世杰 我们讲一个月林世杰 林世杰旁边没有跟人吗 没有 检察官没有布线吗 没有监听吗 林世杰怎么跑了 什么时候跑 为什么跑 没有人知道 这很荒唐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林世杰跑 对这案子很关键嘛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跑嘛 你收一大堆邱莉莉什么 那些都议员 你根本没有办法跑 你下面那些人 唯一一个 没有在台面上的官司 就是林世杰嘛 所以林世杰一跑变断点嘛 对 里面你有很多很关键的事情 是林世杰处理的嘛 那如果林世杰今天跑掉的话 你没有林世杰的共识 没有林世杰那边的关键 你根本没有办法往上烧嘛 我懂了 如果今天邱莉莉跑了 他就等于说是认罪 今天林世杰跑了 他也认罪了 今天李文俊跑了 他也认罪了 可是今天林世杰跑了 大家都可以不要认罪 是没有错啊 因为他那些权势 要把就议长副议长 议员一旦 那没得跑的嘛 你选上跑什么 郭再勤最差也是 民进党中职位嘛 他是台面上的人嘛 所以刚好 我们最近是有台面上跟台面下 林世杰刚好 那个是台面上台面下 那个断点嘛 你可以看到林世杰 可以去把国民党议员 叫到车上去威胁 他只威胁一个人嘛 不可能嘛 他你搞很多人嘛 只是放一封把他捅出来而已嘛 所以林世杰是那个关键 台面上跟台面上的断点 他一跑后面很多事情 很难按 很难往下查嘛 这一件事 不是 又 我还能强调 如果他爸爸做这种事情 他女儿还这么凶 他女儿 他女儿原本本来就觉得 因为他女儿已经台面上了嘛 他女儿选上议员了嘛 他女儿就要做足台面上的事情 比如他爸爸来扛这件事嘛 我跑了我跑20年嘛 跑20年后面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保多少人 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原山国际开发的总裁 叫做杨志强 在他公司里面 收到保冷袋里面800万 杨志强去地方问一问 蓝绿都熟啦 他不是只帮蓝的 蓝绿都帮 可是问题是 他的办公室里面发800万 这什么意思 很简单 后线去那边拿嘛 什么叫后线去那边拿 因为是这样子 比如我今天买票买20个人 这20个人你能怎样 我选上后丘利利一个个 大家集中来 然后我从里面帮800万 一个个来 一定不是 也不会是丘利利或郭西洋 自己付钱 郭丘利利或他们自己付钱 他们会怎么付 他们要付一定是说 一个企业家 或一个地方的人 是任你一个人 告诉这个人说 你就去那边拿 所以这一定被挂线挂到 他一定是有挂线挂到说 谁在什么时候 要去拿这笔钱 拿这笔钱之前 拿之前我扶晓出去 一起把他抓下来嘛 否则我在一个人的办公室里面 收到800万 请问我会很简单的 这要怎么定罪 你根本没有办法定罪 可是如果挂线 挂到说 你要去那边拿800万 我又在里面收到800万 那就定罪了嘛 所以它是两个一起包在一起 那保冷袋 保冷袋好遮掩嘛 我从800万不是小数目 我从那边拿800万来 我脱个行李箱也怪 拿个鞋盒出来也怪 保冷袋 里面送鱼送鞋 安平多的是人送鱼送鞋 所以保冷袋也好cover 所以这东西其实慢慢慢慢 会串成一条线 对 董事长 这个人怎么搞这么带 这个搞这么带 刚刚不是讲吗 这个台内如果冲下去的话 那民导2024就不用选了 是啊 这个是大事件的 但是你相就一下 他这个兰检的办案的态度 跟上一次办李全教的态度 这两个来做个比较的话 你就知道李全教那边 他收押了一票人嘛 然后交保了 他交保金额也是非常高金额 1500万 1500万 这个 周立立50万 这个是40万 这比高宏安还要少 我常常举高宏安这个例子 高宏安就搞了个什么 洗髮金啊 什么 茶包 咖啡包 咖啡包 然后60万 所以这个兰检在搞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 我就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 都有保留 都有保留 你觉得兰检还有保留 都有保留 因为这整个事情的操作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作业 他讲简单一点 就是这两个人 议长跟副议长选举的过程当中 早就在选举的初期 就有很多的布局了 那检方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检方所谓的要抓汇犬小组 早就跟肩 早就锁定了 这不是今天的事情 而且真的只有一组人在买票吗 当然不是嘛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方一峰会被警告 会被叫到车上 然后方一峰说 我不认识那个人 都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不认识 你要来警告 我有一个 我派个人去 警告你 然后我不认识你 然后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怕个鬼头 对不对 当然我知道你是 你呼啊 因为我知道是谁 然后我知道你是谁以外 你弟弟是谁 我也知道 他们都有枪炮前科的 就查一查都晓得 来搞这一套 胡说八道 问题是这些人 怎么会在黄伟哲手上 搞出来的 这些人以前没有 对不对 什么余会的 什么理事长 还有什么光电这个产业 这都是黄伟哲手上搞起来的 那跟黄伟哲也没有关系 黄伟哲跟这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吗 不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